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列入所谓的外汇汇率操纵国的名单的话 有三个条件 我看到了 它有三个条件 这个国家如果有三项 就符合美国认为你的操纵汇率 一个就是说你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之间的顺差 超过200亿美元 中国显然达到 第二个它就说你大规模 这个经常账户下的盈余 也就是外汇的存体部分过大 超过GDP的2% 2% 第三部分就是持续单向的 这个自己用国家外汇手段 来买或者卖某一个国家的外汇 这个买卖的钱也超过GDP的2% 根据它有三个标准来看 中国符合第一项 但是中国显然不符合后面的两项 所以中国是不是一个外汇操纵国 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家policy 所以美国可以作为总统 他可以随便去解释 尽管很多美国的这个 今天我也看到美国的一些金融人士 说还不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大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中国加入WTO之前 美国在克林顿时代 曾经有几次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在加入WTO之后 无论是小布什还是奥巴马 都有曾经威胁 要把中国变成汇率操纵国 但都没有做 都最后大家都 最后就是Let's go 最后没有真的记出这个伤害 可这一次我们总统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而且反应这么快 而且中国这个汇率 仅仅是变动在 大概在10%左右 这个范围的变动 并没有太大的情况下 我们总统就认定 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 这是一个惩罚的手段 或者说这还是我们总统手里的 为了达成贸易谈判的一张牌 您怎么来揣测我们总统的用意 其实你可以发现 川普他本身他有一个特色 他喜欢叫牌 也就是说他喜欢在许多方面 能够释放出一种风声 释放出一种讯息 来增加自己在谈判上的一个筹码 那当然你把中国列入 这个汇率操纵国 它下来的后续措施是很多的 你可以有任何的一个 惩罚性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说任何一种 报复性的一个做法 或者是任何一种 抵制性的一个做法 当然这些做法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预测的 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 当这个美国把中国 作为一个叫做汇率操纵国 那是一种很不友善的一种方式 当这种很不友善 其实大家都期待中美贸易战 能够速战速决 能够告一个段落 也就是希望有一个双方 都能够满意的结果出现 那这场战争不要再打了 然后双方能够各自 在自己的经济上去做努力 但是当你把这个 汇率操纵国的议题 又丢出来的时候 那到底这场贸易战争 是希望往解决的方向去走呢 还是继续不打不停 还是说不做一个了断 没有一个伤害 不会告一个段落呢 其实你从这个动作上 你就可以思考 像川普他在整个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做法上 他本身他一定存在一个 叫做两种尺度的一个操纵 从美国的利益而言 作为中美贸易战 如果早点有点结果 那对美国人是好的 对大家的荷包是好的 对大家经济是好的 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 川普即将要面临 这个总统的一个大选 他是不是借着 跟中国的敌对的 或者是说仇视 甚至是说一种 对抗的这样一个角度 更能够拉开自己的一个筹码 或者是能够表现出 他自己一种形象 他的形象是什么 美国这么多年以来 只有川普这个总统 愿意也敢跟中国做一个对抗 那川普是不是想要在 他认为说争取这样一个形象 对他的总统大选比较有利 还是让中美的贸易战 速战速决 达到一个结果 对他的竞选比较有利 我想这是一个两边的说法 这也是个两面的一个说法 但是你可以感觉到 在这两面上 川普他都有在做操作 一方面表现出他的强势 他是一个英雄 他能够为美国的人民争取利益 另一方面他又 在中美贸易战 他又采取一种非常强势的一个手法 为美国获得更大的一个结果 两相比较之下 我想大家可以有一个结果可以出现 中美贸易战绝对不可能叫做 默默无声的无疾而终 一定要让川普在某种角度上 或某种面子上 他认为他能够叫做理子也要有 面子也要有 也就是川普今天他所争取的是 在中美贸易谈判上 理面理子跟面子两个他都要拿到 他才愿意下台 所以你从这样的思路去思考 川普的中美贸易战 你就可以发现 这场战争恐怕不是在短期之内 就能够戈然而止 尤其面对中国的态度 变得强硬之后 那到底要走到一个 什么样一个味道 才能够让川普理子面子 全都拿得到呢 那这是唯一的一个解法吗 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观察的地方 所以现在大家越来越觉得说 以前很多学者 甚至包括美国的一些智库的一些学者们 都认为说 这一场贸易战虽然来得很凶 虽然吵得很厉害 但是基本还局限在经贸层面 应该不至于扩大到 两国关系的全面关系的 这样一个危机 所以大家认为说 我们总统只是在获利的层面上 为美国争取更大的利益 人家总统给美国争取利益 大家总不能说人家总统没做事吧 所以大家既不好说它不对 但是有难以赞成它的对 因为你仅仅用这个办法 就想让中国屈服 大家都认为说那是不可能的 你现在你想让中国屈服很难 现在在有一些兄弟网站上 有一些文章出来 一位美国欧巴马时期的 东亚的助理国务卿 Curt Campbell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现在是很多华人民众 大家都在纷纷地传阅 就是说他对中美的关系 他认为说中国够大了 就是现在大家既不需要 夸大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也不能不正视中国的崛起 就是说在未来 过去美国无论共和两党 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通过经济接触合作 最后和平演变中国 让中国变得更像美国的中国 显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但是这不能说这个目的没达到 我们就要用其他更激烈的手段 搞垮中国 现在你要想搞垮中国 看来这目的也不容易达到 军事手段又不是选择 所以Curt Campbell 他就提出来说 未来的中美关系 应该是共存和竞争的关系 换句话来说 你也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 但是我们可以和平相处 毕竟我们两国之间 无论在国际之间还是两国之间 利益纠葛都在一起了 所以很难分得清 这跟当年的冷战是完全不一样 他不赞成说中美会变成冷战 他说不可能 冷战不可能 热战也不可能 他说中美将来会变成共存 但是会竞争 所以显然我们的总统 是强调的是竞争 而强调的不是共存 你怎么看 Curt Campbell先生的这一番讲话 或者说他这样一个观点 似乎给目前的中美关系 解了一个套 但好像我们总统 似乎又不是很买仗 你怎么看 其实就像主持人您刚刚所提到 中美贸易战的 刚开始打的时候 很多人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老大跟老二之间的一个战争 也就是现在美国 他是全世界老大 他认为在他身后的中国是老二 即将老二会取代老大 我想这是更古以来 不变的一个道理 老大最大的对手 不是在外面 是在他的背后 你也是老二吗 老二把老大干了 那这个老大 他就叫做身后 他就会被取代掉 但是你可以发现 从中美贸易战 你说很多时候不打不相识 不打不知道 一打起来 他会发现 老大想把老二做掉 哪有这么容易啊 因为中国本身他也够强了 而且尤其你从中美贸易战的 这一次测试 我用的测试来看 我觉得中国 中国可能没有像美国 所想象的那么弱 就像川普他一直强调说 中国现在经济很不好 中国现在面临 这么多年以来 他所面临的一个危机 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很不好 很多工厂全都倒掉 那都是川普说的 可是在实际上的一个表现出来 那就算你川普讲的是真的 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啊 他并没有因此而做投降 甚至他没有因此而被你取代掉 所以就像主持人刚刚你提到 老大跟老二战争 老大本来想要打掉岛二 发现老二他还真的是长大了 他还真的是比他想象中所强大了 所以在美国另外一种声音就出现 既然你没有办法摧毁他 既然你没有办法做掉他 你既然没有办法压抑他 你是不是能够想出来另外一种方法 叫共存跟共融呢 比如说你把这个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或者是一个淘汰 或者是很残忍的一个杀戮的一个方式 变成是双方都有利呢 但是这样其实川普他犯了一个蛮有意思的错误 川普喜欢把一个人妖魔化 他喜欢把中国妖魔化黑暗化 说中国偷了美国这么多年的钱 中国占了美国这么多年的便宜 当初他把美国 当初他把中国这么妖魔化黑暗化之后 你今天怎么能够自圆其说 找一个梯子下来说好 我当初是这个重重的提起 那轻轻的放下当初没有事一样 跟你共融共存 我想这些都是在测试川普本身的一个智慧 跟他的一个说法 其实这场中美贸易战 不但测试了中国 测试了中国的这个实力 测试了中国现在本身的一个底气 他也测试了川普 当你今天你碰到一个 我们说你已经把火给放起来了 这个放火的人 你怎么能够自圆其出的说 这场火不是我放的 我能够就这样走掉呢 我觉得这也是下来 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打法 那当然弄假成真是所有人的噩梦 本来川普他只是在做事做一下 那希望能够要到他的筹码 但是会不会你弄你做假的 你叫假的 那竟然是变成是一个真战呢 可能不是冷战认战 但会不会假战变成是真战呢 没有想要去真的去打一场金融贸易战 那竟然是打成一个金 变成是一个金融战 甚至是引爆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呢 这些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可能性都蛮大的 所以啊 就像我觉得我同意刚才我们嘉宾讲的一句话 其实这场贸易战呢 应该说对双方来讲都不全是坏事 双方对彼此的底线的了解越来越清楚了 这才会有美国第三个声音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共存和竞争也许是一个现实和必然的一个选择 这些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